欢迎收看逢星期五的一周大事 Janet 你好 苏盈 你好 看回港湖方面 近期南手方面的单日升幅非常之厉害 上星期有港交所 今星期二有中移动 今日未试迟段汇控方面的发力 升幅非常惊人 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星期的恒指表现 好 看看 港股上星期末好淡消息角力 虽然中证监澄清 两融的新规无意打压股市 加上人民银行大幅降准 恒指星期一表现先高后低 一度急错接近七八点 收市仍跌超过五百点 在热钱继续涌港的情况下 港股星期二出现反弹超过七八点 但成交就缩减至不超过二千亿 星期三四 恒指反复靠稳 但同样在二万八千点止步 星期五 重榜股汇控罕有急升百分之四 带动港股美市冲上二万八收市 恒指星期五收报二万八千零六十点 全个星期上升四百零七点 升幅有百分之一点四百 国企指数收报一万四千四百八十八点 全个星期就跌了四十七点 跌幅是百分之零点三三 内地股市这个礼拜仍然火热 是连续第七个星期上升 上证指数虽然星期一收跌 但互心两市成交金额 加上总共有1.8万亿人民币 在床新高 只有三个假日全面向好 星期四更加期稳四千四百点以上的水平收市 不过受到中证监加速发行新股的消息影响 内地股市星期五收跌 结束了三年升 上证指数收回四千三百九十三点 整个星期升一百零六点 升幅有百分之二点四百 接着一起跟大家跟进 刚刚这个星期有些什么的焦点消息 资金继续流入本港 港元多次触及强方兑换保证 为亿压港元的强势 金管局今个星期连续在四日之内 五度向市场注资 星期一先后两度注资 合共115.86亿元 星期二和星期三都分别再注入超过15亿元 星期四金管局再接钱超过19亿元 银行体系结果在下星期一 将会增加至到超过2958亿元 而在今个月之内 金管局已经向市场注资超过566亿元 今个星期多谢蓝手股公布首季业绩 重榜股好市中移动业绩是好过预期的 即后更获多间大行调升目标价 消息刺激股价 五星期二急升百分之七点五 见过七年收市高位 而同业的联通首季业绩都略好过市场预期 但纯利受到营改增影响跌了百分之四点二 至到三十一亿三十一亿六千万的人民币 内房股中海外首季经营日利 升百分之五至到六十三亿二千万元 属于市场预期之内 但见到首三季累计完成合约销售额较去年同期跌百分之七 豪赌股方面不禁杀了 首季表现令人失望 而主席亦都直指了 无法了 就是确定豪赌股方面何时是有个复苏期 提回中移动方面 这个礼拜计升近百分之七 中联通见过52周的高位 整个礼拜计升百分之八点二 中海外升近百分之三 金沙中国下跌百分之四 接着就关注一下基建铁路板块的消息 今个星期基建铁路股是挨沽 南车以及北车经过近期加急涨之后 市值已经较2011年初 前出2011年初前高出四倍 而券商花旗就出报告指出 两者的股值都过高 将平级双商都降至枯售 建议换马制度同系的南车时代 南车以及北车的A股 今个星期曾经跌停 而H股的股价表现 南车北车都录得双位数的跌幅 南车时代只是跌5% 明显跑赢 看看他们股份的表现 看到南车和北车的跌幅比较大 整个星期计中国北车跌超过1.8% 至于中国南车跌超过1.6% 中交建跌超过4% 中铁建跌超过5% 至于南车时代跌跌近5% 华晕系见到华晕创业方面 宣布重大业务重组计划 向母公司出售大部分业务 总代价280亿元 之后华创只会保留啤酒业务 华创亦会向股东派发 每股11.5%的特别研金息 另外华晕集团方面 又建议完成交易之后 亦会派息 之后以每股12.7% 收购最多约1成华创的股权 而收购价加特别股息 合共有24.2% 股份在星期二复牌之后 急升近5.6% 为当日全日最大升幅的港股 而华晕系其他股份 这个星期普遍向好 看回华晕创业方面 见过52周的高位 整个星期复牌回来之后 急升超过5.8% 华晕电力升超过1.3% 华晕置地升4.5% 华晕燃气方面 见过52周高位升6% 华晕水泥升1% 至上个月下发了电改体制文件以来 电力改革的概念股频现炒作的借口 今个星期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国家发展改革的价格师 许昆林表示 要加快推进资源能源价格的市场化 今年将会扩大电价改革的试点范围 有利增加电企供电量 从而提高效益 也能持续提升电企盈利能力 消息刺激板块做好 而首位业绩理想的华能国电 股价更加在创新高 有分析指电力股可以受为今年的煤家下跌 加上憧憬纳入国企改革 以及人行有机会再减息等 都令股价仍然有上升空间 电力股方面 就见到华能国电、华电国际、中国电力 以及大唐发电都是破顶的 今个星期来说 华能国电走得比较两例 涨挨近1.5% 华电国际都涨近1.4% 至于中国电力涨超过1.5% 而大唐发电涨近1% 和大家跟进一下内地方面的消息 人民银行在上周日宣布全面降准1个百分点 存款准备金率降至18.5% 是今年第二次全面定向降准 力道也是超出市场预期 减幅是2008年以来金融海啸最大的 市场普遍预期 今次降准可以释放超过1.2万亿人民币资金 有助降低市场借贷的资成本 亦有分析说到 内地上周公布的首季经济增长创6年新低 稳增长是内地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随着加大降准力度 人行再减息的预期升温 汇丰公布 4月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的初值降至到49.2% 较上个月跌0.4% 跌至到一年低位 市场原先预期为49.6% 连续两个月处于荣沽分界线50之下 显示内地制造业活动继续收缩 数据显示4月新订单分项指数 跌至49.2%的一年低位 亦是连续两个月低过50% 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就反弹至50%以上 并创4个月新高 产出指数就回落至50.4%的三个月低位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云斌指 肉头入产出的价格持续下跌 反映制造业家快下行 通缩风险险着 经济下行的通缩形势险净 极度需要就是宽松加码 看看外围方面的消息 希腊危机继续成为外围的焦点 希腊政府和债权人仍然未达到共识 希腊副总理表示不排除举行公投解决僵局 而目前希腊已经开市出售国有资产 政府亦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继续在逐三月要求公营机构志愿性交出储备之后 星期一改发行政命令 强求地方政府交出储备 外界关注日来希腊在欧洲峰会提交的改革内容 可不可以了 就符合欧盟要求换取新一轮的援助贷款金 欧盟区企业活动踏入次贵增长同样放缓 4月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为53.5 低过预期的54.4 而区内龙头德国和法国PMI分别为54.2和50.2 虽然仍然高过50的胜衰分水岭 但较之前三月为低 未有如市场预期上升令到市场失望 有分析指 欧洲央行虽然已经推行买债计划向市场放水 但对实体经济作用或者需要多些时间才见效 而美国非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都差过预期 由上个月份的中值55.7 以外下滑至今个月的初值54.2 反映目前美元强势令到制造业首额 之后的时间和大家跟进下下个星期有什么重要的数据值得大家留意 先看星期一 会有多家公司公布首归业绩 不可以留意中石油、港法证券、比亚迪、中原太平洋和白云山 外围可以留意美国4月的market服务业PMI初值 星期二 本地可以留意3月的贸易赚 以及见到交通银行、中海发展、马安山钢铁 以及宜征化签都会公布首归的业绩 而外围方面可以留意英国会公布首归的GDP作初值 星期三 五中卧银行、平保和中石化会公布首归业绩 外围可以留意美国首归GDP初值 4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以及3月代城屋销售 至于星期四本地可以留意 就是编号6826的浩海生物科技首日上市 外围有日本央行议息、美联储议息 欧元区有3月的失业率 以及4月份的通胀率初值 星期五、本地和内地会假期休市 外围可以留意美国4月份ISM制住PMI 日本3月的通胀率 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想重温节目囊 可以去到我们官网 www.bschannel.com 祝大家愉快周末 再见